香港小學常識科科程自1996年推出以來,一直都是香港小學基礎教育的四個主要科目之一。 它綜合了三個學習領域,包括個人社會及人民教育、科學教育和科技教育。 在常識科施行初期,由於不少常識科老師都欠缺理科背景,導致在教學時,課程中的科學教育元素較易被淺化。 我作為教育學院的科學教育工作者,主動與各個相關教育部門和機構合作, 在1998年推展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計劃,希望加強小學生的科學教育基礎,令他們更容易銜接中學,以致大學的科學教育課程。 常識百搭到今年已經18年了,活動的目的最主要是培養學生創新的精神。 大約每年5月左右,我們就為學生舉辦一個展覽。 在展覽那天,每一隊學生要將他們在過去幾個月做的工作展示給評判、參觀者或參賽者看。 每年的常識百搭都由教師工作坊開始。 在教師工作坊中,我們邀請了不同的科學家或科學教工作者, 將相關的內容介紹給老師,然後老師回到學校跟學生商量一下, 就著這個主題如何設計探究的活動。 在教育學院的時候,我還有一個學生,在課堂上學什麼叫做科學探究, 怎樣帶領學生猜一下一些東西,然後再度一些設計的實驗,反思整個過程是怎樣的。 能夠讓學生有擴富視野和交流抵禮,互相促進的機會, 學校的文化成全就會比較做得好和順利。 我們學校參加了常識百搭之後, 常識科老師對於教授科學的課題更有膽量, 而且他們真的認識了整個過程, 從而令教學更加順暢。 透過常識百搭比賽, 所以小朋友可以看看這個世界是怎樣, 這是非常好的經驗。 常識百搭這個活動, 在推動小學科學教育方面, 是非常之有意義的。 要發展科技的話, 在科技人才的培育是很重要的。 最好在小學的時候, 就能夠開始培養小學生的興趣, 以及幫他們打好根基。 因為他們所學得到的, 這種科學的精神和這種科學的思維, 對他們來說是不生受用的。 我當時參加了常識百搭這個活動, 就做了一個關於水果發電的研究, 裡面用到的科學的概念和探究的精神, 是所有科學家都需要的。 所以當時參加常識百搭這個活動, 對我都起了一個啟蒙的作用。 我寄望常識百搭能夠進一步發展, 將科探和創新的精神, 推廣到學校每一個學生, 令到香港的新一代能夠善用科探精神 來創作新設計, 提高我們的生活質素。 和我們一起吃顏不同的學生, 我們一起吃也進一步吧, 大學生, 我們一起吃也要吃, 我們一起吃才能做啟究, 我們一起吃的禮物… 像家很巨人的大的學生, 咱們做啟物、 不爽也很對自己的。 我們來吃不穩仔細的獲物… 有一點點